哈喽朋友们好 我们来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开关电源 这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开关电源 我们把这个电接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打开关家坡的整电源 哇 灯泡好亮 证明这个板子有延正短路 有大电流 延正短路 短路导致大电流 锅流保护 现在这个情况我们马上把这个电源关掉 一定要通过这个检修器 不然的话呢 家里的保险室都会炸了这么大电流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里出问题 像这种大电流出现 一般要么是输入延正短路 就是整流桥队 整流电路这个二级管 如果这个接穿的话 也会测进这个过流保护 还有就是这个墨式管 就是残效应管 这个管子也是故障率最高的 下面我们测一下 这个二级管 二级管看看有没有结穿 一般我们再录就可以测试 先看一下这个二级管有没有结穿 没有问题 第三个也没有问题 第四个也没有问题 没有结穿 接着我们检查一下 这个输入电路 这两条线看看有没有结穿 没有报警 这边输入电路 到主楼电路都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正点排查哪里 正点排查 这个摩斯管 再录测试一下 看看它这个管角与管角之间的电阻值 封名档报警 这边结穿 这边结穿 这个结结穿了 还有这个结也结穿了 这边这个也结穿了 再录测试都结穿了 现在我们把它拿下来 拆这个功率管 我们还借助这个漆漆器 把这个漆漆排开 就很好拿下来了 很快的 一下子就把它排掉了 这个锡 还有一个角 很快就把这个牧师冠把它取下来了 我们再测一下 确实要短路了 结穿了 结穿了 下面我们找一个好的换上去 10N60 型号为10N60 我们找一个 找个同型号的 10N60换上去 这个是树丰的 画掉的 我们是找一个带上乐片的 同型号的 这不过就是 这是树丰 这个是铁头的 用这个去带换它 这个是铁头的 这有个螺丝孔 我们涂一点上热硅胶 上热硅脂在上面 涂一点上去 可以了 好 焊上去 直接焊上去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 不能虚焊 不能虚焊也不能假焊 中间更不能连锡 不能短路 然后把这个脚长的地方修剪掉 这个保险丝把它换掉 保险丝也炸了 把它换掉 好 我们通电 看一下 来 这个灯泡不亮了 这个灯泡不亮了 而且我们看见有带极功耗了 带极功耗了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300伏 这个带电操作要注意 要注意安全 现在你在正查了 发现有带极功耗 你看 ok 证查了 证查了 电压316V 好了 这样我们就修复了 这个视频我们也放在这里 下期再见